大家好,我是家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昨天大年初期我录制了一期中文的视频 今天会是我的第二期 我会短谈一下滴青 其实我认识滴青也不算太久 大约是在去年头 在YouTube平台上经常看到他们上传的一些视频 通常是以搞笑和通俗易懂的 容易戳中马来西亚人笑点的一些视频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有创意 虽然是有一些出口 但就是好笑 我认识的大概只有K老 在那个时候 当然现在我知道他们大约有12位活跃于荧幕前的演员 而在今年1月1号 他们也举办了他们的第一场 翻车演唱会 从结果日来说 我是觉得翻车不成功 因为到来的观众其实很多 我身旁的朋友其实也 也是蛮年轻的 就是男女老少 都有到场来支持他们 当然除了支持他们的演唱会以外 我也是有小儿支持 购买他们的一些周片产品 当然我今天就不揭晓这位是谁了 他们的演唱会 就是收集了他们这几年的一些出名的歌曲 然后他们中间也是用一些短视频来转换他们的不同的歌曲 我觉得是蛮有心意的 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有很有创意 也觉得他们是想打铁趁热 趁着他们自己还有不错的影响力和支持力 所以他们才有了这场演唱会 关于演唱会 除了那些好听好笑的歌曲以外 他们也在结束的时候 烂地青的所有成员坐在荧幕前 观看亲朋好友制作的那些鼓励的视频 我觉得是非常软心 也是非常感人的一幕 而低青会不会有下一场演唱会 这很难说 我个人觉得不会 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歌唱出身 而这几年也是慢慢收集一些歌曲 我觉得他们是想趁着他们自己的那个支持度 和一些快智能头歌 所以才有这场演唱会 当然他们也在演唱会给出了一个答案 就是他们要在2020年开拍自己的一个电影 我个人觉得开拍电影有两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资金 第二个就是主题 资金我们外人其实也不太知道 所以这边暂且不谈 我觉得主题倒是可以拿来绕一绕的 主题方面 我觉得低青最有可能拍摄的类型就是 赫穗片或者励志片 这两个类型我觉得是很适合低青的 因为赫穗片就是搞笑 然后可能后面就会有感动的一幕 大团圆就是又好笑又感动 应该是蛮适合低青的 当然我也不排除励志片就是 他们可能会以一个默默无闻的男主角 在经历一些平淡而不起眼的那些开头 然后慢慢慢慢登上了自己的大舞台 所以我感动大家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 励志片也是一个很可能的 当然他们也可能拍其他类型 不过我觉得这两个类型是最有可能的 就是赫穗片和励志片 关于选角 我觉得男主角大局已定 女主角选择未解 这要取决他们拍什么类型的电影 去年一整年低青在宣传他们的演唱会的时候 举办了大大小小的粉丝见面会 我也完美的错过了 因为地点不是在槟城 基隆坡就是在马六甲 没有一个在新加坡和新山的 所以我就完美的错过了 而今年1月14号 我有幸的出现在西隆坡 因为我原本的行程是在 不可以加入看那个大马一千公开赛 可是后来我想 这也是一个很难的机会 所以我就决定在比赛的途中 跑到金河观场 去参与他们的一个粉丝见面会 我到达现场的时候 其实人很多 我一开始是在三楼 后来我觉得 还是下去碰一碰运气吧 我就慢慢挤到了一楼 甚至到了那个 Basement One 就是那个底层 然后也有幸近距离 算是近距离接触的 第一轻十二位演员 他们就是 应主持人的那个 要求 唱唱歌 说说心理愿望 还有跟观众互动送礼物 当然最后 非常荣幸 可以跟他们 十二位演员合照 就是他们 而在上台的前几秒钟 我是很紧张很紧张 甚至要想一下 等一下要站哪里 比他们手势 就是庆幸我都在那几十秒钟 构思好了 上台也没跟他们什么互动 因为没有时间 基本上就是拍两个手势 然后下台 拿了刚才这张海报 有做纪念 今天就是全部的 视频的内容 就当作是我对极性的一个小小了解 也顺便当作就是对极性的一个祝福 祝他们来年的电影 顺顺利利 票房爆满 谢谢大家 打招呼 让她几秒钟 再过来 笑顺利利 就把位在位置上 那边 胡